被票选为全台湾最美车站的多梁车站 原先作为招呼站 提供列车交汇的场所 由于两侧都是山坡地 所以特别将多梁车站以高价设计 也应这样 只要站在月台上即可鸟看太平洋 由于后来南回县班次过少 不再需要继续办理交汇业务 在2006年7月正式结束旅客服务 目前多梁车站没有提供客运服务 但仍有行车设备机房运作 铁路局也保留原有的车站 将车站屋顶改为观景台 留下怀旧的月台栏杆 让铁道迷能继续朝圣这座全台最美的车站 台东县政府传出即将运作复站规划 以后前往多梁车站就可以搭乘火车前往 不但交通更便利 也不会造成大量车辆进入部落 堵塞交通造成不变 自110年2月起每人收10元清洁费